HELLO 大家好 我是髮型師Eric 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兩款啊 現在最常出現在韓劇當中的女主角髮型 第一款呢會是髮式慵然的捲髮 那它髮型的重點呢在於它的捲度會落在髮中跟髮尾 它不會有過多的捲度 它會有一個C彎再加上一個S 那這個髮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我們頭頂的部分一定要蓬鬆 那在台灣女生呢大家普遍都會有一個困擾 就是頭頂非常扁塌的問題 那今天呢我們會使用Dyson Airwrap 來教大家在家裡快速的把頭頂做蓬鬆 造型前先使用吹髮器把頭髮吹到七八分乾之後呢 那我會選擇Dyson Airwrap軟質的順髮酥 因為它有氣流的關係 所以它自己會左右左右的 只要用Z字的方式去把頭皮剝乾 它就會非常的蓬鬆了 那今天呢我選用40m的捲子 往外的捲度跟我們的臉稱反方向 那這個捲子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KONDA效應 會自動的吸附頭髮在這個捲子上面 然後呢它還有智能溫控的設計 當它吸附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停在這個位置 前後前後的直到頭髮全乾 那就可以把頭髮放下來 那捲度就完成了 那第二個呢就是高層次的捲髮 那捲度呢會從比較高的地方落在比較髮尾的地方 它整體就會非常的蓬鬆 線條感也會比較明顯 這個造型呢我們一樣使用順髮梳 來做我們頭頂蓬鬆的部分 先把頭髮分成上下兩層 接下來會選擇40mm的加長型捲子來操作 從根部到髮中髮尾全部一起吸進去 因為Dyson AirRab操作起來非常的簡單 自己在家裡使用也非常的方便哦 把枕頭的捲度都做完之後呢 我們同樣選擇30mm 每兩公分去挑一束髮束 去做出任何你想要做的線條跟擺放的位置 那我們高層次的捲度到這邊就完成囉 如果你想要有比較不一樣的造型變化 你可以試試看拿髮夾 那個效果會感覺更不一樣 換一個造型的感覺哦 那個效果會更我們同樣對於一個效果會入獄 這些效果會有限時 那個效果會更不一樣喔 一些效果會更不一樣的效果會更多